最近縣市升格的話題很火熱 自從修法的提案被拋出來之後 不只是新竹 就連彰化、雲林、嘉義都有升格的聲音 不過升格後 除了可以拿到更多的中央預算 大家知道升格前後會有怎樣的改變嗎? 而觀眾朋友們覺得升格之後的縣市 真的能夠有比較好的發展嗎? 請在底下留言區寫下您的看法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 請幫我們按下訂閱並分享出去喔! 民進黨團提出地質法修法草案 希望把直轄市的門檻人口達125萬以上 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和都市區域發展上 有特別需要值地區的且改成貨 簡單來說 就是原本兩個條件都要符合 要修正成符合一個條件 就能升格直轄市 同時要在修法後 推新竹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命敢在年底選舉前完成改制 新竹升格的理由之一 是中央統籌分配款都集中在六都手上 其他縣市只能拿到少少的預算 所以升格之後才能拿到更多資源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有61.76% 分配給6個直轄市 另外16個縣市則只分到24% 而看看這兩年新竹縣市合計分配到的 也真的只有3%多 反觀直轄市之中 分到最少的桃園市也將近有8% 所以如果新竹人是因為分配不均的問題 而想要升格也很合理 因為升格之後 如果分配的方式沒有改變 新竹確實可以依法拿到更多的中央分配款 除了中央分配可以增加之外 還有什麼改變呢? 答案是人事結構和成本 參考民國102年的這篇報導 直轄市從兩個變成五個加一個準時轄市之後 人事費用總共暴增了99億 這是因為一般縣市政府和直轄市政府中的 公務人員有著不同的值等 值等越高 當然薪水也就越高 而且配置的人數也會增加 簡單以副市長和一級單位主管來看 一般縣市只有一位副市長 屬於檢任第13值等 直轄市則有兩位或是三位的副市長 值等是檢任第14值等 參考某家補習班所整理的公務人員薪資水平 13和14值等的月薪至少差了5000多塊 至於一級單位主管 如果升格了 也從檢任12值等升到13值等 薪水當然也會調升 不只高層會更動 其他各個層級的公務人員也都能夠受惠 所以升格直轄市 雖然對地方而言增加了許多資源 但同時也勢必會增加 人事費用支出的負擔 講這麼多 對於非公務人員的民眾 可能還是沒有感覺 其實升格後 對人民最直接的改變 就是選舉的時候 會少了一張鄉鎮市長的選票 因為變成直轄市之後 所有商政市都會變成區 而除了原住民區之外的所有區長 都是由市政府直接指派 一般民眾不再有投票權 所以相信很多戶籍在直轄市的朋友們 應該都不知道自己的區長是誰吧 再來談到升格 會不會有更好的發展 或是讓更多人才回鄉呢 其實也是不一定 109年遠見雜誌的一篇文章就有提到 以高雄為例 升格直轄市之後 內部的城鄉差距反而更加嚴重 加上從前民選的鄉長 可能至少會為了選票而籌錢投入鄉里 但改制之後的區長由市府指派 就再也沒有這種情形發生 雖然直轄市的資源比較豐富 但對於直轄市內部的邊垂地帶而言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印象 就像畫面上大家所看到的 這是升格好幾年後的 新北市雙溪區共僚區一帶 跟板橋新莊是同等級的行政區 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和發展 因為其實在升格之後 資源或許還是會集中在市中心 所以到底會不會有更好的發展 真的很難說 而如果單看資料數據的話 以台南和高雄為例 自99年升格以來 人口總數其實看不出有增加的趨勢 如果單看社會增加 也就是遷入、減掉、遷出的人數 同樣也沒有逐步往上走 反而不時出現負成長 由此可見 升格後對人才的吸引 或是提高在外打拼的民眾回鄉意願 並沒有因為變成直轄市就發生改變 人口都還是往北部都會去集中 以上就是為大家整理了 升格前後的幾個變化 總結來講 升格之後市府拿到的錢 一定會比較多 但是對於能否提升區域發展 可能就很難說 以目前的六都來看 升格直轄市並不一定有助於 城市發展或是消除城鄉差距 因此要討論國土規劃 應該還是要以實務上考量 不能只是單純討論要不要升格 再整理一次重點 縣市升格直轄市之後 確實可能拿到比以前多很多的中央分配款 公務人員也能因為值等提升而加薪 但相對的 市政府人事上也必須付出相當大的成本 對一般人民而言 升格後最明顯的改變 就是少了鄉鎮市長的選票 實際感受到的改變可能有限 尤其是較邊垂的地區 即使成為直轄市 也不一定有更好的發展 縣市要升格的時候 常常會希望升格後能夠改善環境 吸引更多人才 或是離鄉打拼的民眾回鄉就業 不過以台南和高雄來看 升格至今並沒有讓人口回流 因此升格直轄市 也不一定能夠振興縣市的產業發展 本期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題目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